陈凯五十岁出头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虽然他想保持低调 但双目开合间 有近乎实质化的光束划过 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陈凯问道 老陈年轻时就认识他 这个人曾是探险队中的一员 后来去了新兴 一走就消失近三十年 毋庸置疑 三十年的时间 他与一些人在神秘之地 一直在挖掘与惊严心术 如今成为大宗师 你觉得呢 老陈冷漠地反问 陈凯叹气 他们引爆了老陈的五脏问题 原以为老陈马上就要死了 但现在看对方依旧有一战之力 那没什么可说的了 陈凯道也干脆 突然老陈刹那后退 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咚的一声 他曾立足的地方 被轰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连一些土石都融化了 老陈早已形成 是所罕见的精神领域 先行有感 所以提前避开了 瞬间 他背后流淌荧光 像是有一对银色羽翼展开 那是无加研制的推进器 让他急速冲了出去 他的目标是一台机甲 刚才有人对他动用了能量炮 那台机甲疯狂开火 想要阻止他 但是已经晚了 老陈背后荧光四溅 早已数次变相 并到了近前 咔嚓 他手中一米五的黑色长剑斩落 那台机甲被生猛地劈开 伴着血液流淌出来 机甲破碎在地上 接着 老陈快速改变位置 丝毫不手软 将另外三台机甲全部劈开 电火花四溅 血液流出 一旦被老陈七伸到近前 在机甲队伍内大开杀戒 那根本就防御不住 这只机甲小队共有四人驾驭最新机甲 一台都没有保住 全被老陈斩爆 连人带机甲彻底毁灭 他毫不留情 因为另外三台机甲在他临近时也曾发光 数次想锁定他 既然如此 他一口气全劈了 众人震撼 走就数路的人 达到这个层次 近乎通神 老陈提着黑色长剑一步一步走回 虽然喘息有些粗 但依旧震撼人心 让各方都感觉心悸 便是他踏在地面上的脚步声 都引发新术领域的人强烈不安 大宗师陈凯轻叹 这个陈永杰果然有些不可预测 当初就是怕他突破境界 解决肉身隐患后 再无人可制衡 当前 他就已经感觉相当棘手 这个陈永杰到底什么状态 老陈声音低沉 道 其实你们不来找我 再过几年 我自己就压制不住五脏的问题了 结果你们怕我突破 想先解决掉我 那么 对不起 我今天要大开杀戒 说到最后 老陈大吼出声 镇的整片高原都在轻颤 附近的大山都在回荡他恐怖的嘶吼声 青木脸色发白 他明显看出自己师父状态不对 无比担忧 王轩叹道 没事 老陈命硬 这次 青木恨不得他的嘴真的开光了 确保他师父安然无恙 千万不要死在聪林 哄 大战爆发 而且是陈凯 抢先发难 他的额头 居然发出刺目的光束 然后 他周围的空间 都仿佛扭曲了 有些朦胧与模糊 啊 附近不少人都惨叫 捂着头颅 感觉剧痛无比 快速后退 更有一些意志力稍弱的人 当场被某种神秘能量冲击的眼前发黑 摇摇欲坠 这是什么妖术 许多人大吃一惊 全都倒退 吴音觉得头疼 深感不适 因为他与王轩一样 都离老陈很近 就在决战之地 不远处的后方 相对来说 他的表现还算好的了 因为近前有些人 已经直接痛得昏死过去 快退 青木组织 走旧树路的人 背起昏倒的同伴 快速远离战场 新树阵营也差不多 不少人倒在地上 那是一种精神冲击 附带着幻觉 稍微离远点 就没事 王轩看出究竟 扶着吴音退走 老吴直接瞪了过来 王轩没搭理他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扶着大吴的手臂 就向远处退 老陈不会出事吧 部分人面色发白 头昏脑胀 连老吴都顾不上 邓王轩了 盯着战场 感觉那片地带 有些恐怖 居然可以用精神力场 来杀人 这如果被陈凯临近 多半能顺杀很多人 许多人都不安 为老陈担忧 因为老陈举起黑色的长剑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没能向前迈步与挥剑 唯有王轩最淡定 他彻底放下心来 和老陈比精神力 这不是找死吗 老陈是什么人 形成精神领域的猛人 并且在这方面 有实打实的战绩 他曾招惹佛门羽化高僧 结果被鬼僧 活活在精神领域 打了一宿都没事 第二天 照样能找小王去算账 清木也很平静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师父 早在很多年前 就拥有精神领域了 果然 在走旧树路的人担忧 在走新树路的人震撼于喜悦时 惊变发声 大宗师陈凯惨叫 精神像是错乱了般 猛力地摇头 而后发狂般向着老陈冲去 陈凯与老陈在精神领域对决 他的确是非常的不够看 刹那就被老陈的精神领域 撕裂他额头前的白光 导致他被重创 老陈扬起手中的长剑 冰冷的银色面具后 双目冷酷无情 吃得一声 黑幽幽的剑光滑过 顿时有鲜血冲起 陈凯也曾是一位救赎高手 但远无法与老陈相比 尤其是现在精神被击溃 差得更远了 黑幽幽的剑锋 如同闪电般落下 大宗师 陈凯自眉心开始出现裂痕 一直蔓延向下 而后整个人突然分为两半 当鲜血喷涌出来时 所有人都猛了 那可是一位大宗师啊 竟然在瞬间被立批为两片 倒了下去 老陈持着低血的黑色长剑 独立场中 脚下是服饰的大宗师 他眼神冷漠 像是个魔神般 震慑住所有人 各方都无比震惊 老陈斩杀大宗师的速度太快了 纵然是超级战剑中 大财阀中的代表人物中庸 他的手都一哆嗦 将锐兽皮掀掉在地上 竟然这么惨烈 我原先还想着 让他们两条路的人彼此牵制 相互制衡 结果三大宗师接拜 连陈凯都被杀了 一会儿给陈凯那个组织打笔钱吧 表示一下 接着中庸又叹道 小陈 陈永杰 有些可惜 听陈凯的意思 小陈五脏被引爆 注定会死 一会儿你们帮我给他送个花圈 嗯 我亲笔写个碗帘吧 显然老陈的超神表现震惊了各方 相关的一些大机构 组织 财阀的人都心头俱跳 而后有了一些决定 新术那边最近很活跃 原本应该敲打一下 但现在看来还是算了 毕竟这次受创不清 旧术那边给他们倾斜下资源 还是要扶持的 老陈真猛啊 王轩感叹 一见 踢死一位大宗师 这种战绩太璀璨了 无音叹道 陈大宗师 这种摧枯拉朽的战绩 将会为走救赎路的人 带来转机 财阀与那些组织 应该会将资源 重新倾斜回来部分 什么资源 王轩诧异 各方原本有个计划 从各地的几个救赎 实验班开始 尝试扩大范围 扶持救赎 并且 已经准备了一批虎狼大药 要给实验班的学生先用 但在这时 新树那边突然传来消息 有了惊人的突破 可以为人续命 所以最后关头 那批大药被送到他们那边去了 这一刻 王轩有些出神 他一下子想到很多问题 然后心中怒火汹涌 他这是被新树那边 截了个大壶 而且还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吴音进一步解释 说出一则密文 财阀 研究院以及其他组织等 曾联手在地下开启一处一记 挖出一些依旧有活性的种子 尝试种植 结果都发芽了 按照那片遗记中的记载 那几种药草 在古代时属于大宗派的密药 是专门为培养年轻弟子准备的 可以极大的改善体质 缩短修行时间 各方成功种植出来后 经过检测 确信这的确是虎狼大药 非常的烈 一般人根本受不了 但对练救术的人来说 却珍贵无比 拥有奇效 新树领域的人 绝对是故意在关键时刻 透露消息 诚心结胡 王轩认为 真相就是这样 大战要落幕了 老陈手持黑色长剑 向着墨海与夏青走去 新树领域的两大宗师都站了起来 没得选择 准备拼命突围 他们感觉老陈的状态很不对 现在简直无法立敌 哄 次墓地白光冲起 墨海先发难 向着老陈打出一道光束 而后借此迅速远顿 夏青也快速逃亡 没什么可丢人的 只要能活下来 一切都还有可能 死在这里最为不值 老陈挥动神秘的黑色长剑 震散白光 追击墨海 并在此过程中 顺势给了夏青一拳 夏青的两条手臂都骨折了 勉强抬起 但根本挡不住 夏青的一条手臂 在此过程中爆开 并且身体也被震得旧伤发作 多处部位被撕裂 前后透亮的血窟窿 更是伤上加伤 即便这样他也没有死 被震飞后转身就逃 不远处 墨海被追上 他长天一探 掉过头来拼命 但这是徒劳的 被老陈一剑消首 头颅飞出去六七米远 死于非命 老陈转身 在想去追杀夏青时 他身体一阵摇动 胸膛内 像是沸腾了般 感觉剧痛难忍 不由自主放缓脚步 捂住胸口 王轩健壮 第一个冲了过去 他心中强烈不安 为老陈担忧 师父 轻目也大叫 接下来是一群人 跟着向前冲 王轩急速狂奔 不可避免地遇上了 逃亡的大宗师夏青 夏青眼神冷冽 他显然误会了 觉得一个矛头小子 也敢拦阻他 简直活腻了吧 他已经失去一条手臂 另一条手臂也骨折 无法再挥动 他用力 在地上蹬了一脚 准备凌空 而起向王轩踢去 王轩瞳孔收缩 面对这种大宗师 他寒毛 都在倒数 他觉得躲不过 但既然遇上了 那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全力以赴 将自身的力量提升到极限 然后 他毫不犹豫地 动用张道灵留下的体数 《午夜经书》上记载的那个骑手势 他怕自己被大宗师顺杀 此时五脏轰鸣 全身力量暴涨到极限 他一跃而起 凌空一脚向前踢去 以弓带手 夏青 受伤实在太严重 脚在地上用力灯 还未跃起 胸口的大洞 被这种剧烈的腾挪动作 更进一步撕裂了 他闷哼出声 那种痛难以忍受 因为原本心脏就被老陈震碎部分 现在更加糟糕 他没能顺利腾空 反而一个踉跄 险些扑倒在地 王轩目光大胜 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凌空一脚砰的一声 踏进他胸膛的大洞附近 这一脚的力量 在那血洞中全面爆发开来 毕竟是张道灵留下的体数 哪怕只是第一事 也恐怖地过分 夏青惨叫 五脏崩溃 整个人惨叫着到飞了出去 坠落在地剧烈翻滚 而后彻底不动了 场面相当的惨烈 又一位大宗师战死 感谢白银盟 三生元纵列者 还有盟主 天帝皇祖神王先生灵尊 有诚和 谢谢支持